那今天在我们要上到道德经的第三单元之前 或许跟各位前贤看一看 这一段话是在佛经的记载 过去在课堂上面 也跟各位前贤提过类似的内容 然后我让各位前贤去思维 目前我们所居住的这一个环境 不论我台湾本岛或是世界其他的国家 而经书上所记载的这些的事情 已经接二连三 不间断的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 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如果是台湾本岛就不需要透过别人的报道 我们就可以亲自感受到天灾所带来的杀伤力 一个天灾的降临 他不但是剥夺人的一个生命安全 他还会直接的削减了人的财力以及物力 换句话说他是双管齐下的 那面对这么多的灾难 其实佛陀他用很简单的字句 就表达出来所有灾难的源头在于人类的迁滩 然后吝啬 然后我们再来看所谓的世界的环保卫生组织 所谓我们谈到很多的环保的议题 又有几个能够真正的发掘 所有环境变迁的由来 是来自于人类的一个贪心所造成 如果你没有去正视 这个问题的发源的癥结之所在 那只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舍本逐墨的结果 是人的心态没有变好 那天灾就接续不断的降临 而且是一波远比一波来的什么 来的厉害 所带给人类的伤害 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 那在经书有记载 当我地球的平均人寿达到30岁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一个激紧灾难 激紧灾难就是我们讲的粮食不足 为什么会粮食不足 它不是雨灾造成 它是七年七月七天 一天二十四小时 连续这么漫长的时间 老天不下一滴雨 讲整个难言福提 不是局限在我台湾 局限在某一个国家 所以当各国普遍陷于这种困境 它还有能力去援助其他的国家吗 它也没有那个心态 你看我们现在世界各国的灾难不断 早在十多年前你去掉后学的录音带 我就讲过一句话 我说灾难评降的结果 刚开始会让我们心里面为之什么 为之一阵害怕 怎么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怎么有这么多的人 就被天灾给带走了 可是当它平凡率太平凡的时候 发生率太过于平凡 我们人就会陷于麻木 没有感觉了 然后当各国都陷入相同的困境 它就没有多余的时间 财力跟心力去援助其他的国家 然后灾难就会加剧 尤其是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 也不过才十年的光阴 各位前显 你还会看到24小时 走马灯在播报这些天灾吗 看不到了 你看不到大家一起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的那种 所谓的大爱的精神 透过新闻媒体的宣导 它呈现于外 当然不是说就不做了 而是做的人 它相对的 它越来越少 当七年七月七天不下雨 大地寸草不生 活生生饿死 这个白骨出了人类 还有禽兽非禽 四处都是 近岩湖体 真正能够残留下来的 也不过就是万余人 留作人种 作另外一个开天辟地 所预留的人种 不能把人完全消灭掉 所以所谓的开天辟地 并不是把地球给毁掉了 毁掉了我们就降生到 另外一个星球去 而是就我们生存的 这一个空间 它有巨大的变化 而能够残存下来的人数 不多的 你也不要执着 就是一万个人 难道不能多一点 不能少一点吗 就像我们讲 人寿三十岁 它可以往后延 只要人心向善 它也可以提前 如果我们 敏玩不灵 坚持不敢 人而人怕 天就不怕 这样的一个记载 早期在我们的讯文里面 不是也看过 雷同的意思吗 那我们现在的 平均人寿是多少 有两个数字 一个叫做平均71岁 一个叫做平均67岁 这是2019年 最新的一个讯息 我从网路上摘下来 所谓的世界平均人寿 是各大洲 你像美国的平均人寿 八十 日本八十三 台湾大概也在八十左右吧 因为男生短一点 女生高一点 所以一拉一合有没有 平均人寿在八十 但是你还要加上非洲啊 非洲的国家最长人寿 跟我们国家的最长人寿 中间相差将近四十岁 那个国家就是基锦的一个国家 所以把整个世界平均起来 是67岁到70岁左右 远远比以前股市要来得少 那每百年减一岁 这是佛经记载的 医药不是很发达 为什么寿命没有一直往上再增加 因为人饿 每百年减一岁 现在我们以平均70来看 各位前贤 那你认为还有多少年可以减 你算一算万还有四千年 那我人间的天上都帅铺天的一天 人间四百年 你就知道 为什么先佛们屡屡呼唤 要众生觉醒 因为时间眨眼就过 而且他不是普遍性 每一个人都活到这样子 有些人比较短暂 然后按照我们联合国的计算 我二零一九年五月 地球的人口总数超过七十七亿 已经达到七十七亿了 预估在两千一百年再过八十年 地球的平均人口数可以达到一百一十二亿 各位前贤 天灾不断的降临 然后植物可以食用的穀物越来越少 人口却什么 加倍的一个成长 你觉得未来的环境 它不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所以佛说是天灾比利 每一个人只想去累积自己的财富 多半的人不去讲新性的一个进化 新性的一个提升 所以才会造成这么一个残酷的事情发生 所以佛沙论记载 假如人活在人世间 能够一个同理心的一个传扬 以一团之识 人积几积 人逆几逆 面对别人的痛苦 我们有一个悲心的一个怜悯 像这样的人 如果越来越多 那那一种大饥荒的惨禁 那那一种大饥荒的惨禁 它发生的几率就相对的延后了 那于布施则本身而言 你将来再来人间历练的时候 你不会遇到疾景之灾 而你看这个时间数的一个推算 你就了解 为什么先佛一直教我们要尽这一生的时间 努力修行 回到兜率托天 但是我也要恨 不厌其凡告诉前嫌 真正谈兜率托天 谈到弥勒净土 它是指内怨 它不含外怨 外怨叫做凡夫天 内怨则有 佛菩萨助悉 弥勒祖师的一个 讲经说法之所在 而你要进内怨 你必须要什么 要有慧 慧一定来自于定 所以一个人整天喜欢24小时 像支部缩一样 穿梭不行 你绝对没有慧 因为处在凡夫地 心不够沉静 慧就出不来 我举个例子跟各位前嫌听 你研究道理 你需不需要一个定工 我这两天都在看《起性论》 要把它整理成一个比较白话的书籍 我翻译一句话 不凡各位前嫌 我花了足足八个小时 一句话 我从早上六点多开始 坐在那边思维 思维一句话 没有那句话 我就不能够起承转折 我看得懂 我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怎么比之于书 我反反复复思维 参考了无数的典籍 怎么样用一个优美 简单能够理解的话 把这句话给它平铺出来 我足足耗了八个小时 我眼睛快要塌汤啊 我中间起坐最少两三次 为什么 累啊 体力不负荷 然后也有一点厌烦的心在里面 可是我当年在三十六岁进道场 我研究经典研究大学 我一句话 我十六个小时 我不会厌烦 我不起坐 我从今天弄到明天的什么 明天的早上 煮完早餐立刻再继续看 现在没有那个体力了 所以学到没有提早学 到后来 你真的只能胡伦吞早 以前的定工可以达到十六个小时 现在八个小时还要分成两三段 所以不要认为在道场 事情承担的越多 我的定工就与日俱生 未必 我才压然惊觉 从我自身的经历发掘 我如果不用心着在定工的方面 实际上 定工不会跟着我的道灵同时俱生 那为什么定工不会同时俱生 因为杂念 你杂念太多了 一个念头来思维就中断了 你杂念越多 那个智慧就不能显发于外 所以你研究道理都需要定工 为什么 你没有定工你不发会啊 所以会之前一定要有定 而要练定的功夫 它并不是只有三宝心法而已 那个意理的穿透度要有 我从南到北不断的听前嫌跟我讲 我花了那么时间在听道理看书 为什么很多东西我还是不懂 我很有一句话想讲 你用人心看还是用道心看 你到底是用什么心态在看书 你看书是有专注吗 还是耳朵听 听一听有没有 杂事也在做 那你只有耳朵听 你就不穿透你的大脑 进不到你的什么 你真正的智慧里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基础不扎实 基础扎实是一句话都不放过 所以我这些年不战的 不间断的都跟各位前嫌提醒这一点 现在所有的努力 不仅仅局限在这一身 有关你未来生生世世 我讲一句话你们不要生气 我放眼望下去 没有一个这一生能够成佛的 我再讲一句话让你更生气 进阿罗汉的我还没看到一个 不要不服气啊 你问问你自己 什么叫正阿罗汉 六根对应六成 没有其他的念头了 内无分别心 外无所分别境 能所双离 你才能够跳出这个花花世界啊 那我们整天想的是什么 积极于名律之徒啊 所以古德讲嘛 道念若同情念 成佛多时 我们的情念不离开 财色名十岁 不得开名 不离开利 不离开我自己所爱的 从五始节以来 我们从光阴天来到人世间 我们念念相续不断 所有的念头 念之在之的都是这些东西 那为了拥有这些东西 称会斗争之心 不断的重生 佛讲 所有一切这些心事之下 起的这些的念头 都叫做无名 被无名给遮掩 智慧怎么能够显现于外 所以什么时候 我们能够远离一切 心 静 界 相 这是三者 心是内 静是外 心静中起的是 那个叫做相 跟成相遇 再也不起分别心了 没有内没有分别心 外就没有为我们所分别 一切好恶的记 所谓的远离不是我不去碰这个东西 那个是最初之的入手功夫 非礼物动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我刚开始学到 我还不能够心性做主 所以我透过 介意来约束我的身口意 不要让我去这些 会让自己不小心沉沦的地方 那是初步的远离功夫 但是你要真正的看破方向 必须来自于 你有一个十足的体认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知道这些都是 因缘和合之相 你贪也贪不得 你取也取不得 乍看因为贪现在你有 经过一个时间 他又不见了 那个叫做必尽空无所得 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彻底的觉悟以后 我们才能够心无念 无念就是再也不起妄念了 你不起妄念 所起的相续的念念都是正念 念念是正念 是你念之在之 你所想的 没有离开十方如来所念 都没有离开 这个才叫做回向佛制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才是真正开始 往成佛之路在靠近 所以我在整理这些经论的时候 我的感慨就是我觉得自己已经略有火候了 但是还远远在实习位的初习位之前 还不入流 根本没有入流 所以古德讲 如果众生在学到的路上 能够把人世间的贪爱的那种感觉 移到了对什么 对于道的一个什么 一个执着 择善固执 那你修道才有可能成就的 什么意思 你算是真正开始入手 而我们现在是把道当作善来做 做做好事啦 做讲师的讲两堂课 跟各位前嫌姐姐善缘 下辈子种一个聪明 煮饭的煮煮饭 跟各位姐姐善缘 下辈子健康 偶尔听到人家缺钱捐一点钱 我下辈子有钱 反正付出去的最后又回到我身边来 算一算 这个报酬率还蛮高的 所以想一想 我们修二十年三十年 有没有把修道当成做善 跟各位前嫌分享这一段就是 你好好敲自己 你到底是在修道 你还是在做善事 这两者是天渊之别 修道的观念正确了 你来生再来 你不迷 如果是抱持着做善的心态 第三事就堕落 这是第一事 第二事 善有善报 第三事没有悼念 就沉沦 那幽敏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居留所 那不是悲哀吗 所以用这一段经文 跟各位前嫌来做一个分享 是因为他跟我们道德经的第三章 安明章 他也有息息相关 你看我们在读道德经的时候 各位前嫌 书我们未必历史有去读 可是不是看了很多的历史剧吗 你看一个孔夫子跟老子是春秋的时候 孟夫子是战国 后学再读这些孔孟的书籍 还有老子的道德经的时候 我都回想春秋战国 百姓生活的一个惨状 那就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在一个国家里面 各个军阀割据 然后势强凌弱 那最苦的就是老百姓 所以为什么老子 在整本道德经里面 他竟讲一些安明之道 因为于当时的老百姓而言 有一份可以安居乐业的生活 就是他们毕生所想 你看透过孟夫子 在孟子七篇里面所阐述的 五十岁的人 有衣穿 可以什么 遮寒取暖 就算是人症了 七十岁的老人 给他有肉吃 让他身体有力量 这上位者就算人均了 各位前嫌 你就透过孟夫子 这样的一个表述 你就知道当时时代的老百姓 是什么 饥寒交迫的一个状态 而这种饥寒交迫 是谁造成的 是上位者 上位者能够做一个 国家的领导者 他必有过去生所饥的福 但是所有的福 这一生做一个上位者 领导者 消耗殆尽 仪式观 酒是牛肉 生生世世 水中游 所以老子才讲嘛 你做一个上位者 你有那什么 有责任 有义务 要去安顿百姓 让百姓 处在一个安和乐利的生活 可以一起去想那种家庭 天伦之乐 而你要带动社会的一个安宁 首先上位者 以身要作则 第一个 不上贤 使民不争 这个上就是 不要特别标榜 去追求 这个贤 不是我们讲的 圣贤之流的贤 他是有一些的虚名 社会上有一些 能言好善道的人 然后略有一些 常才的人 什么纵横家 对不对 然后一些的 树留动静之辈的人 是追求这些 如果你上位者 追求这些 你就会带动百姓 那种求民之心 你上位者 如果不去特别标榜 这样的话 使命不争 百姓就能够安心 百姓安心 人与人之间 就没有称会 争斗的事情发生 所以当我们 足名之夫 他就必然会 与人好争好斗 你透过现在的政策 不就看到这种情况 世界各国都一样 然后不贵难得之祸 使民不为道 这个难得之祸 就是经营财宝 放在台湾奖 新台币 如果你上位者 不去追逐 不去累积 你自己的财富 老百姓就不会 有样学样 也想去累积 自己的财富 实际上应该是这样说 你上位者 如果不去 剥削百姓的财富 变为自己的一个金钱 百姓 他就有足够的金钱 可以维持自己 一家的生计 可是为了要应付 上位者的负税 然后一些的磕税 百姓自己本身 就难以为生 所以他为了要谋求 自己的一个生存之道 他就必须想方设法 尽可能的四处钻营 所以上不耗鸣 则名不争 上不耗力 则名不为道 他就不会去偷窃了 一个国家里面 上位者是领导者 一个家庭里面 父母亲的责任是领导者 所以家风不好 父母是难持其咎 不要怪到孩子 是你从小没把孩子 交好 所有孩子的人格成长 酝酿的过程都是在年幼 三岁见八十 我很小就听我父亲常常讲 他小时候打我们 他就讲三岁见八十 意思我小的时候不刁你 你长大就是一个 无用之才 父亲的话我放在心里面 我就开始思维 到我自己成家立业 我看我一子一女 我看我手足的子女 我看我的朋友 我看我教的学生 他还真的三岁见八十 那为什么 因为他的习性秉性 在我们父母完全没有察觉的时候 他已经潜藏在他的身上 与生俱然 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智慧 没有能够看到他的缺点 我们就没有能力去调伏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父母为了追逐金钱 我哪有时间管儿女的成长 给他吃饱穿暖 不要夭食就好了 那旺子成龙旺子成凤就花个钱送到补习班 交给别人负责吧 我当年在教书的时候 差不多十多年前 我就从家长的身上闻出这样的味道 他不是缺钱 那他为什么孩子一直摆在补习班 摆在七点多带回去 因为很简单 他觉得轻松 就吃补习班的 补习班叫便当嘛 回去洗个澡就好 所以留越久越好 最好礼拜天你们也能够接收 所以他两代的亲情就不在 所以我们去思维 我们的孩子不好 我们是难持其咎的 所以不见可遇 死心不乱 上面讲嘛 你不要用民用力 去激发百姓的那种争斗之心 民跟利就是人的什么 一个欲望 所以不见可遇 他有两层的意思 你上位者对外不争民 你不去巧取豪夺 要侵略其他国家的领土 你就不会不穷 不间断的去开征赴税 剥夺百姓的民财 来强化国库 有国库财 才能够去征兵 才能够去什么 去强化他的武器尖锐 才能够往外去征伐 然后才能阳明立万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上位者 自己一己之私 害死的就是百姓 你外面没有征 你里面就没有情欲 假如我们外面东西贪的少 各位且你会发觉 离里面的外面就少 你看我们不追逐那些 饮食上的一些的 一些需求 我们对那些的节目 我们就不会投入很多的关爱之声 我们不在乎外在的一个装饰 你对于那些所谓的带动 时尚潮流的资讯 你就不去什么 不去关心了 所以你外面所有的行为 都没有离开里面的什么 一个想法 所以人只要透过自己里面的一个想法 你就知道外面的行为对不对嘛 所以人不回光返照 你怎么能够去看外面的行为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源头 只有事情做错了 才会发觉 可是人如果永远事情做错 才发觉 那个业果就已经形成了 为什么 因为伤害已经具体化 所以一定要亡羊补牢 胜信念与隐为 这是修道的过程 不断的提升 最后带来的一个效果 所以欲望越少的人 他为什么根气力 古往今来的大德者 都这样说 原因就是在于 欲望越少 他就不会耗费多余的精气神 在那个无意义的事情上面 他的心就不乱 他就常处于一个安静的状态 这个安静就是干净的意思 没有杂丝 没有妄念 而前嫌要进内院 您的审核标准 就是问你自己 一天24小时 心里面安静的时间 有多少 你就算出来了 静内院一定论心的干净度 他不论你的外王 事项上的功夫 那第二个 你上位者众目睽睽 大家都看得到 他会带动一股风气的 你从一个国家 从一个家庭 乃至于一个道场 一个职场 他都是如此的 领导者会带动一个风向的 在过去的时候 这些春秋战国的上位者 他如果有一些人 有特殊的嗜好 他马上在国家带动一股风气 早年的时候 我们在读 清高中 乾隆皇帝的故事 他有一次当着文武百官的朝廷 赞美一个 朝官 这个人清廉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的朝服 破破烂烂的了 很整洁 很清洁 但是是很成就的 乾隆皇就一 撕下一探查 这个人有没有 非常的清廉 绝不会为了一己之师 去贪赞忘法 那国家给的奉务又那么少 买一席的官服要几百两银子 所以他根本买不起 他就穿了朝服那么旧 结果乾隆皇就当场有没有 就开始夸耀这个人 这一夸不得了 当天下午 所有百官都去收购这些旧的朝服 有些人后来发达了 旧衣服不要啊 就给那些刚考上官的九品芝麻官 那些家境贫穷人可以 二手货吗 我们现在不是二手一吗 一夕之间水涨船高 本来几文钱的一下子有没有 变成百两银子 四百两五百两 比做一件全新的朝服还要贵 为什么光不亦求 他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穿一样旧的 他有品阶的 所以第二天有没有 乾隆皇一上朝 满朝文武三分之二都是什么 都是破朝服 这就是风气 理解了吗 你上位子一句话牵动力是这么大的 战国时有一个楚灵王 这个楚灵王我觉得变态 他执掌皇国的位置 一共只有十二年就灭了 他建了一个很大的国家 很大的一个皇宫 好像叫做张华宫 我称他为变态就是 他喜欢朝城 腰细细的 所以朝廷上的那些百官 他为了要迎合君上关爱的眼神 他就规定自己日食一餐 然后每天要上朝的时候 猛吸一口气 我们不也是这样子吗 然后把里面的衣服尽量勒 勒到后面 长期下来吃的少 然后又要把自己勒成这样子 起来的时候 他要手扶着墙壁才站得起来 皇帝喜欢这样子啊 所以到第二年的时候 有没有 整个朝官从上面往下一看 大家都是面有鸡色 黄黑之色 饿的 我请问你还要打仗吗 还要治国吗 国就这样灭了 那朝城用这样子的珍奇斗燕 要上位者的关爱 那后宫的女人呢 不一个一个就是 都想做赵飞燕啊 那饿死多少人啊 饿死不是没得吃啊 有就漂亮啊 我们不是也有一些人 为的漂亮啊 想要吃 别吃啊 有什么 我的体重就超过啊 体重超过了 阿霞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啊 我可没有指你 说你啊 体重过重不好 但是有需要 像自己这样子 把自己累成这样 所以储国灭了 然后有没有 因为朝廷这样子仿效 所以国内老百姓 一窝蜂的 都喜欢封腰 男男女女都是封腰 他真的不要国家来打 一推就倒下去了 他就是这样子啊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个叫做封向球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 我为什么喜欢 从一个天下一个国 推到一个家 推到职场 他有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如果 从我们自己本身 开始修正期 你说那我修正期 我处在这个国家 我也免不了这个天灾呀 会免的 天灾只是收杀恶人 他没有收杀好人啊 所以上会者 他没有这种很特殊的欲望 他就不会带动老百姓 所以一切跟领导者 有足够的关系性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你看我们自己 你看我们的家 你看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也难辞其咎 我为什么检讨这么深 我会羡慕一些人的家庭 人家真的是 父子子孝 兄友弟公 我是看戏剧节目 现实生活里面 我还鲜少看到这种画面 过去很多 小时候在长辈的生活圈里面 这种画面没有少过 坦白讲都如此 多半都如此 比如贫富贵贱 还真的和谐一片 到我自己现在 我来看周遭的环境里面 他不是没有 为数稀少 我不检讨别人 我检讨我自己 我看我自己 假如我能够越早学到 抓住一个中心点 不是只是求外面的一个 外王功夫的展现 我真正从我的心开始进化 说不定我现在 所营造的一个天地 是有别于现在 我所处的一个环境 说不定 因为我深信 如果我们越早开始起修 我们去运转 进化周遭环境的力量就越强 可是我们人往往没有觉察到这个中心点 所以才会造成 我修十年二十年 我所期待要发生的事情 好事情 为什么没有来到我的身边 原因在于舍本竹墨 所以我在不断的看书的过程里面 是一直往里面在探讨的 我的欲望算是很少的 我要再没有欲望 我就是活生生饿死了 吃我是真的不在意 穿我也不在意 我只在乎居住环境要干净 这个我也希望能够放下 可是人的执着很难改 但是我已经从每一天插地板 变成一个礼拜插一次 我觉得我已经在退化 但是所谓的真正 不是说今天我们要欲望简单 就是我把自己弄得很肮脏 你也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肮脏就代表没欲望吗 肮脏代表懒惰啊 我是懒啊 是因为还有希望一个整洁的地方 为什么希望整洁 因为客厅正中央就是佛堂 总不能让先佛出出入入 好像在进入到资源回收场吧 先佛不在意 我面子挂不住啊 可是我问我自己 我真的就没有任何欲望吗 他潜在的还是有啊 没有任何欲望 他就应该心平气和 所以不要只满足我某一个地方淡化了 我就沾沾自喜 这个地方我没有问题了 过关了 我还有其他的科目要去对应的 我们只有不断的去发现了自己盲点之所在 我们修到才能够狗日新日新幼日新吗